随着金九银石求职季的到来 位于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双场中心格外热闹 一大批刚刚从高校毕业的西藏大学生 纷纷来到这里 寻找就业机会 实现创业梦想 对于刚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专业毕业的索朗加措来说 毕业带来的不是兴奋和喜悦 更多是求职无门的压力 他坦言 毕业前的那个学期 是自己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我们是旅游专业的 学校又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必须要自己去找一个实习岗员 不然的话 你们的学分达不到 后面就拿不到你们的毕业证 我已经上了十几年的学 后来我没拿到毕业证的话 我就是白赌了 为了顺利毕业 索朗加措只好每天奔波于学校和企业之间 眼看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 他甚至和企业提出不要一分钱工资 但仍没有单位愿意提供实习岗位 将近找了半个月左右 我就天天都在跑 天天都在跑 拉萨那边经营的 大概的就是已经跑光了 后面我就准备去日哥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工总 工总后面我就 工总我能不能实习 他说可以 于是索朗加措就来到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习 他的岗位是经开区的物业管家 主要负责入住企业的对接和安置工作 让他没想到的是 单位不仅给他安排了住宿 一个月后还给他发了2000元的工资 这让索朗加措惊喜万分 他下定决心 毕业后要留在这里 我就是看到这个双专中心来的 我有一个梦想 我就想生产一个旅游产品 我现在就已经有了那个项目的想法 我现在准备开发一个那种 生产一个藏式包 他们农民自己生产的一个包 我就拿到这个市场上 我们就自己找一个技术人员 我就把那个弄得好看一点 我就把它扒到市场上 近年来 越来越多创业人才 创新企业入驻拉萨经开区 通过政府引导 地区运作 政策支持等 拉萨经开区帮助中小型企业 解决创业中的问题 稳健成长 目前预计 依其可实现入驻企业50余家 带动就业3000人以上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亿元 通过吸引企业入驻 提高经开区经济发展水平 和中国实力 成为西藏企业发展的摇篮 如今 越来越多和索朗加措一样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他们带着初出茅庐的热血和冲劲 用能力和才华 书写自己的创业故事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